看故事冷暖,平摆为人生 今天这部电影是韩国新人导演作品 却收获了不少奖项 故事聚焦在一个家暴家庭 小男孩强哲一家人生活在父亲的暴力之中 苦不堪人 再又一次,母亲因为琐事被父亲殴打 强哲的妹妹上前拉架 却被脾气上头的父亲捅了一刀 当场死亡 母亲着急出门去医院 刚到街上就发生了车祸 也去世了 家暴的男人因此进了监狱 可怜的强哲就此失去对他最好的两位至亲 幼小的强哲在无人照管的环境下长大 渐渐形成暴力的性格 成为了一名职业非帮奉行 他拉开街头打女人的名 将男人暴打一顿后 却给了被打的女人几个耳光 因为他的目的是让他还债 强哲的工作就是收高利贷 只要欠钱,不论男女 他都会收拾 话继续说回强哲的家庭 几天前父亲出狱 上了年纪的他不敌正值青年的强哲 被强哲施以暴力 强哲将多年的怨愤都发泄在了父亲身上 每天回家殴打父亲 已经成为他的日常 其实强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姐姐结婚后被丈夫抛弃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雨 强哲对姐姐不理睬 但十分喜爱小侄子 常常给他零花钱,买玩具 这一天,强哲从姐姐家出来 和迎面来的女学生起了矛盾 他直接用手擦拭女学生胸口上被他吐上的痰 女学生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强哲是不肯吃亏的性子 他一拳把女学生打晕 随后等着女学生醒来 女学生名叫严喜 他叫住准备离去的强哲索赔医药费 在两人的纠缠中 强哲发现严喜和他一样 也是满口脏话 就像一个女版的他